大家早安,我是賢君 上次我跟大家回顧了大雄的鐵人兵團的劇情 而那時也有說,它有重製成一部新版電影 新大雄與鐵人兵團正式把天使們 這部電影版於2011年上映 而它的劇情比起舊版有大量的改變 它的改編就我個人認為 基本上可以說是把這電影的風格完全改變了 所以我這次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電影版和它舊版之間的差異 首先在一開始這部電影增加了鐵人兵團 在他們星球上派遣立陸入去地球前的劇情 大致上讓觀眾更了解鐵人兵團的星球 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裡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這次的敵人們有比較豐富的情緒 跟舊版那些單純聽命令的機器人不一樣 而這裡鐵人兵團司令派遣立陸入時 說他就是為了先去地球探勘而製造出來的 然後大雄這次跟都拉愛夢要機器人 並沒有像是舊版那樣吵架的情況 而是大雄一直求都拉愛夢給他一個很大一台 又能夠走路,還能夠發射飛彈的機器人 而且是躺在地上哭著求他 讓多拉愛夢直接爆氣,就用任意門離開了 有趣的是,雖然這裡的發展和漫畫及舊版都不太一樣 但多拉愛夢離開的理由是因為覺得好熱 所以要去找個涼快的地方這部分倒是跟漫畫版一樣 然後多拉美有一下下的登場氣氛 還新增了一個鏡香在路上遇到利露露的橋段 而大雄跟小夫他們這次就沒有約在空地決鬥了 不過他們還是有在放學後搶走大雄的書包 變成單純問他有沒有做出開場時的超大機器人 另外有個很有趣的差異是,大雄問利露露為什麼有那麼恐怖的破壞武器時 本來舊版的利露露回答他說 你不要問這種問題比較好 結果這次的利露露則是一副慌張的樣子解釋說 那是土木建設用機器人 大雄又問他為什麼會在北極 他才說我不能告訴你更多了 還說如果沒有那個機器人會很困擾 算是請求大雄把機器人還給他的態度 看到這裡時算是第一個特別讓我想深究的部分 因為很明顯可以感受到舊版的利露露個性比較強硬 新版的利露露就像是真的釣了一台機器人的普通女孩 只是機器人比較大一點而已 於是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漫畫版 結果發現漫畫版的對話內容是跟新版差不多的 但是以利露露的態度來講是舊版比較相近 這時就可以看出來新舊版的利露露個性是不太一樣的 不過我還在漫畫版發現一個讓我很驚訝的事 就是北楠老人真的是土木建設機器人 出現在漫畫版北楠老人攻擊鐵人兵團時的對話 也許有些人就會和我一樣產生一個疑問 土木建設機器人破壞力那麼強是怎麼回事 其實他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了 那是用來拆房子的啊 鏡香一開始已經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了 啊對了 雖然我剛剛都是用北楠老人稱呼他 但是新版的翻譯北楠老人改成了聖誕武士 本名的石狼也改成了球多 然後這個球多也是這部電影版改動最多的地方 他在這次的劇情中 首先多了一個因為把媽媽絆倒 結果撞壞了一些零件 而他在故障的時候 用微弱的訊號跟麗露露提到的大雄就斷了聯絡 專心在修理自己了 麗露露也是從訊號的來源 以及這對話唯一劇找到大雄的 後來大雄他們把麗露露困在鏡面世界後 他已經把自己修復好並且跑出來鬧事 他一樣講了鐵人兵團要來了這種話 但是情緒變得比較激動 而相較於戲份變多了他 密克羅斯在這之後就都沒有戲份了 他這次就只是個玩具 後來大家要改造球多時 就又更體現出了他的個性了 基本上大家把翻譯蒟落放到他頭上 就是聽到他在罵人 而且還不斷把翻譯蒟落用掉 無法溝通到大家直接受不了 哆啦A夢就拿出了對話箱子 他說把任何東西放進去 他的外表就會變得可愛 而且也能變得可以對話 結果球多就變成了一隻外表非常可愛的小雞 大雄還給這個已經有兩個名字的生物 取了Beebo這第三個名字 好像他的名字還不嫌多一樣 不過他就只有外表變可愛 內心還是那個瞧不起地球人的敵人 儘管大雄他們想要讓他打消侵略地球的想法 但是基本上他根本是打從心底瞧不起人類的 在大雄家大鬧了一場 結果因為太吵了就被大雄媽媽趕出去了 於是大家就到了後山 胖虎也不知為啥突然說要用唱歌 把剛剛的爭吵一筆勾銷 而球多對他的歌聲表達明確的抗議 胖虎就說他根本就不懂唱歌 結果連他也唱了起來 空氣中也突然出現音樂幫他伴奏 唱完時大家誇獎他說他唱得很好聽 還問他是不是職業歌手 但他說在他們星球上只有貴族能唱歌 像他這種勞動機器人唱歌是會被揍的 而當他被揍完 把他撿起來的人就是利露露 這時他也想起來他要去找利露露 於是他就假裝他已經變好了 要當大家的同伴 結果大雄他們還真的就相信了 而且他們還想要讓這個幾秒前 還說著人類是垃圾的機器人操縱別戴老人 大家到了鏡面世界後 球多就瞬間翻臉直接跑掉了 而大家在追他的時候 周圍突然響起了警報 原來他們已經被機器人發現了 球多還因為外表變了被他們當作敵人 而且大家完全敵不過他們 然後因為他們只需要捕捉地球人 所以打算把球多幹掉 大雄就想要保護球多 結果受到了敵人的雷射攻擊 敵人看到他被消滅了 就把多愛夢他們帶走了 而大雄他其實是在貨車裡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敵人的攻擊 在大雄跑到貨車旁邊時 就把貨車炸起來了 所以他應該是沒時間進貨車裡的 而以大雄從裡面開門的困難程度 即貨物掉落一地的狀況看來 也沒道理是後來躲進去的 但總之編劇說躲得進去就行了 接著大雄當然就想著要去救多愛夢他們 而球多從大雄身上 回想起了當初立碌碌救他的回憶 所以他就決定要幫大雄的忙 於是他回到了北戴老人的頭裡面 開始用拆房子光線大肆破壞 分散了看守多愛夢他們的機器人的注意 好讓大雄可以去救他們 但雖然是這麼說 其實多愛夢在敵人離開後 就可以自己用穿透環逃生了 另一邊一樣過來這世界的鏡香 變成自己一邊躲避著機械 一邊到了後山找到了利露露 不過他要慶幸這次利露露沒有醒來 不然他可能真的就死在這裡了 然後大雄救鏡香的部分也變得沒有那麼帥氣 也是我覺得這一部最可惜的改編之一 後來利露露在鏡香說出 鐵人兵團的歷史就像是人類歷史的重演這句話後 他攻擊了鏡香導致鏡香很難過的離開了房間 這裡和漫畫版一樣是直接離開了房子 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機械人攻擊的街道上 舊版和漫畫版因為多愛夢有畫金屬探測線 有敵人靠近就會有警報所以還好 但新版的多愛夢就沒有這麼細心了 而且這裡還加了一個 旁邊的垃圾袋也釣出了一個娃娃 然後鏡香撿起他說出不要哭了 這種加上音樂和當下情況還說得過去 但是怎麼看怎麼奇怪的新劇情 隔天早上因為求助昨天晚上吃飯時離開就沒有回來了 多愛夢就拿出了一個叫望遠慈時的道具 他說這道具可以用望遠鏡找要找的東西 再用磁力把它吸過來 結果大雄居然一下子就看到了球多 但是把它吸過來後 不但把槍砸壞了 球多還黏在了大雄的頭上 多麼有缺陷的道具啊 而且以磁鐵黏在球多身上的位置來看 我有點懷疑球多應該是沒有痛絕的 總之10小時後磁力就會消失了 於是他們在發假訊號給鐵人兵團時 終於分開來了 而他們在聊天時大雄說現在安靜的很可怕 球多就說大雄是膽小鬼 兩個人就開始了 你是和我不是的又至少講 這時剛好有些花瓣掉到球多臉上 把他嚇了個半死 大雄就笑他更膽小讓他很生氣 說出了如果鐵人兵團來了 加上他回到原來的身體裡 就會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到時候再道歉就來不及了 而大雄就說不想要和他戰鬥 結果球多聽到這句話就大哭了一場 不過大雄也有可能是說 你太強了所以又不想跟你打的意思 後來大家尋找利路路時變成 在隨時有可能被一堆機器人攻擊的城市裡 漫無目的地尋找利路路 而不是用尋人拐杖 可惜剛剛望遠慈這道就壞掉了 不然大雄就可以讓利路路黏在自己身上 不是 是就可以很快找到利路路了 總之大雄像找死一樣 在城市裡亂吼亂叫後 還真的巧合的找到了利路路 而利路路要他開槍時 球多就跳了出來 他想要說服利路路 但並沒有成功改變世界線 只是變成他幫大雄擋了一牆 然後利路路難過的跑掉 鐵人兵團又剛好從空中經過 大雄就躲在旁邊偷聽他和鐵人兵團 總司令的對話 而他們的對話基本上沒變太多 最多的改變大概就是他在講話時 總司令不知為啥一直拿手上戳他 接下來他們把利路路綁在一個柱子上 準備對他醒一醒 大家就駕駛著北丹老人救下利路路 最後到了與鐵人兵團接敵的部分 變成只打儀仗少了中場休息 北丹老人也增加了 和總司令打了一場精彩的戰鬥 而不是被一群小兵的數量壓制而已 是一個不錯的改變 但總司令在要爆炸時瞬間移動出來 倒是一個我看不太懂的操作 我不太懂他為什麼有這麼作弊的能力 又不能來戰鬥 而且下一刻他就被消失了 再怎麼說球多等一下就要犧牲了 為什麼編劇不讓球多拿下一個戰果 到了後面也加了一段和漫畫版一樣的 哆啦A夢仙和大雄聊了一下 利路路和他們星球的事情後就離開了 而這次除了利路路以外 還有長大成一隻大鳥的球多 也許有些觀眾看到這時 會有和我當時一樣的想法 對 原來球多是一隻小鳥 而不是一隻小雞啊 好啦 到了這裡我已經把新鐵人兵團的新劇情 全部講完了 在我做完上一隻影片後 有很多觀眾希望我講講這部電影版 因為他們很喜歡這部電影 而雖然我很常這麼講 講的感覺已經有點沒誠意 但我還是要跟這些觀眾倒一下前 對不起 我沒有很喜歡這部電影版 然後同樣講了快八百遍 講的頻率大概就快要跟我只是存在在家裡 爸媽就會一直叫我洗澡差不多了 但我還是要說這就只是我個人不喜歡這部電影版 同樣是一部電影我觀看時會覺得痛苦 而你們會感到享受我反而比較羨慕你們 但顯然我有點嚴厲的大腦是不願意放過我了 所以接下來我就跟大家講講我個人的觀點吧 首先這部電影版在原版的電影版上 再加了許多細節的設定 例如原本只是敵人 除此之外沒有太多描寫的鐵人兵團 在這次的電影版中多了很多設定 像是他們到現在也還有分貴族和勞動機器人 而且鐵人兵團除了總司令外 還加了一個副司令官 雖然他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話又有點多加的有點多餘 但不只是他的話多 這次所有的機器人都會說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把劇情昇華的新設定 但是可惜的就是 這些設定並不會讓人覺得這些敵人更可怕 或是更厲害的感覺 這次的敵人的確在剛出場時 有一種實力很強的感覺 但是到後面大家還是隨便打就行了 甚至在路上閒晃大叫都沒差了 而且這還是鐵人兵團已經來了的時候 想當初舊版大家出門都要躲躲藏藏的說 所以到後面不會讓人有這次的鐵人兵團比較厲害的感覺 再加上他們沒事還會聊聊天 這種單純的殺人機器的壓迫感就沒了 這也是我覺得這次改編中可惜的地方 他雖然加了許多舊版中沒有的細節 但是並不會讓這部作品加分 有些新設定也有他自己的漏洞 像是司令的瞬間移動 機器人體內的星星到底是什麼 他們好像需要他 可是力嚕嚕整集都只有兩顆 最後還拆到只剩一顆也沒事 會自我修復的球多怎麼在自己的星球就不會自我修復了 而讓球多變成雞的這部電影劇情最大的分歧點 對話箱子這個道具 如果沒搞錯這應該是這部電影原創的道具 第一次看這電影時 就覺得這道具有點太過分了 他真的是就直接把放進去的東西 變成一個別的物種 也不管人家要不要欸 如果他只是把外表看起來改變了 但其實沒有改變或是有個時效也行 阿直接把別人變成一隻雞是怎樣 如果是我被一群外星人變成一隻雞 又被取了怪名字 我應該會直接哭出來的 這道具真的是不講理到可以拿去威脅一些 不聽話的小孩子的深度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電影 雖然看似幫舊班補充了一些細節 但是他的設定增加的太過繁瑣 反而會造成漏洞又繼續增加 這就像是人在說謊一樣 你編一個越精密的謊言 就越要編一堆謊去遮蓋這個謊言 要說謊的話 反而應該要講一個有點含糊 卻又難以拆穿的謊才... 啊? 我怎麼突然講到這麼奇怪的話題了 咳咳 這一次電影版就如同我剛剛說的 敵人的壓迫感減少了 而且不只如此 整部作品的氣氛都沒有之前那種緊張感了 我們可以在劇中看到 本來一些緊張的場景 在新版的劇情都被改掉了 像是在大家聽完總司令的通訊電話後 本來應該是要很刺激的和鐵人兵團大戰一場 結果變成了 我不開玩笑 這一部電影你會不停的聽到 本來應該是一部想辦法和機器人對戰的電影 卻變成了一部大型尋找利路路電影 而關於大家沒有緊張感這件事 劇情中還有一段 當大家在晚上吃烤肉時 求多說了一段話 這邊雖然我基本上新版都是聽日配的 舊版都是聽中配 但為了方便大家聽懂 我就放中文配音了 到了明天晚上 鐵人兵團就要大舉進攻地球了 可憐的人類 根本就不知道鐵人兵團有多麼可怕 對有點像是官方的吐槽 如果回去看舊版就會發現 雖然大家一樣是在吃烤肉 但是大家還是隨時保持著警戒 聊著關於鐵人兵團的事 警報一響就立刻衝到發出警報的地方 而這次大家真的就是當作同樂會一樣 沒有在管什麼敵人的 還放著音樂在那邊吃烤肉 從這裡完全就可以看出 兩部電影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一部散發著鐵人兵團要來了 怎麼辦我們要怎麼保護地球的氛圍 一部散發著 雖然鐵人兵團要來了 但是我們先和敵人交朋友吧的氣氛 對我來說 這次的改編其實就和《星魔界大冒險》一樣 會讓我覺得它和舊版的電影 可以當作兩部各自的電影來看 他們各自都有各自的優點 不過因為這次的改編不是很對我的胃口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和一部有點像前面那部好電影的 不好看的電影 因為新版電影主要的劇情 都側重在求多對大家的情感成長 但是它的表現方式我不喜歡 不過這也就是我個人的意見而已 如果大家對於這部電影有什麼想法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啦 掰掰